嘿各位好,我是興趣才能的攝影師天總 那我相信點進這部影片的你呢 基本上應該蠻多人是一個創作者 又或是你是影像工作者 那這部影片主要的重點就是來跟各位分析說 ZV-E1到底值不值得購買 還有Sony的相機到底要怎麼去做使用 ZV-E1弄了這麼多的功能 你真的會用嗎? 你真的知道Sony ISO怎麼用嗎?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 那ZV-E1是一個主打Vlog的相機 沒錯,Sony出了一個這麼頂級的Vlog相機 其實是一個蠻神奇的存在 當然我這邊還沒上手,因為我還沒拿到 我之後拿到一定會拍影片跟各位分享說 這台的使用心得 那就我縱觀所有評測之後呢 有一些點想來跟各位分析 順便跟各位聊一下 你到底要怎麼用好你的Sony相機 還有你到底需不需要這麼貴的相機 很多人買了都沒來用的那些功能嘛 就像你買了一個跑車,你真的會開那麼快嗎? 不會,就是一個爽 就是一個爽的,沒了 今天這部影片看完呢 可以讓你更了解你的相機 要如何真正的去做操作 還有ZV-E1到底值不值得你購買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ZV-E1呢,雖然我還沒摸到 我前面講過了 但是其實對我們這些影像工作者來說 國外有非常多詳細的實測跟誠實的報告 我們還蠻容易可以判斷出來這台相機到底值不值得買的 因為其實國外那些評測呢 都做得相當相當的紮實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ZV-E1的優點跟缺點 ZV-E1呢,是一台主打Vlog的相機 怎麼會有主打Vlog推出6萬多的相機 這是一個蠻神奇的選項 所以我覺得這台相機不應該說要主打Vlog 而是主打給影像創作者 但他們不是每天都要拍Vlog,懂我意思嗎? 那這台相機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在我看來啊 最大的優點應該是它的麥克風 它的麥克風非常的棒,有三個單元 可以往前收、往後收或是全收 所以對於還沒買麥克風的人來講 這台相機相當的方便 你不用攜帶麥克風也可以收出還不錯的聲音 這我相信有目共睹的 因為Sony就像是它的B10、B1M 它的整體數位音訊的收音效果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收音算是這台相機的一個大重點 那再來就是它的體積非常非常的小巧可愛 它的外觀設計基本上跟A7C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但它就是有ZV系列的元素在裡面 它有一些功能是專門為了影片創作者而生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買一台大相機的話 那ZV-E1確實是你的好選擇 因為這麼小台 它沒有了觀景窗,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除了攝影師以外 我發現很少人在看觀景窗 大家都看螢幕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Sony正確的一步喔 那ZV-E1的畫質表現到底怎麼樣? 這當然是一個超級大的優點 但是我仔細想了一輪喔 就是這些影片創作者就是 你們要想清楚 就是你們到底是用什麼模式在使用一台相機 ZV-E1使用的是A7S3的感光元件 但是你真的知道雙元色ISO是什麼嗎? 你每一次會開到12800嗎? 懂我意思嗎? 甚至於說如果你不使用S-Log3的話 你開到12800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真的會使用S-Log3嗎? 這都是很關鍵的一個點耶 那就我看來就是絕大部分的創作者 如果不是像我們這些攝影師的話 其實你都不會去使用S-Log3 所以ZV-E1的情況 在我看來就有一點小尷尬 你的ISO表現呢 可能就會跟A7S4不會到相距的太遠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A7S4的評測的話呢 應該在這裡 A7S4的評測的話 我裡面有比較到跟S3的ISO比較 那跟ISO比較起來的話呢 其實3200到12800之間 都是A7S4表現比較好 但是你真的會 每一次都開到雙元生的12800嗎? 如果你不是專業的攝影師的話 你不會做這個動作的 你基本上ISO都是自動 甚至於說你的光圈都是自動之類的 所以你可能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那對你來說呢 雙元生ISO其實就已經不重要了 你可能也不會使用到S-Signitone之類的色調 你可能會用它直出的一些好看的色調 所以雙元生ISO其實對你來說不重要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優點 但是如果你只是使用自動模式 你不會去自己調控所有參數的話 那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重要 不要為了這個點去買ZV-E1 ZV-E1的重點呢 應該是在於它的對焦有進步 然後它的一鍵切換景深 然後它的產品展示模式 我覺得這才是ZV-E1的最大重點 那我們要來考慮另一個點了 就是你平常在拍Vlog的時候 你真的會到這麼暗的地方嗎? 你真的需要全片符合感規文件嗎? 你真的需要這麼淺的景深嗎? 而在我看來喔 現在這個Youtube市場 其實蠻多觀眾呢 沒有說很喜歡看到相機的畫面耶 對他們來說 其實有時候手機的畫面 才是貼近生活感你知道嗎? 相機畫面都太過於漂亮了 舉例來說好了 你看蔡阿嘎的影片 你就是一個日常的感受 你看阿嘎的動作覺得很好笑 阿嘎講話很好笑 你其實不會在意 它有沒有很淺的景深 其實一切清楚就好了 所以你真的會需要全片符合感規文件嗎? 那你真的要想清楚 因為我個人覺得 到現在為止 ZV-E10呢 還是相當的夠用 你不一定要升級到這麼頂級的相機喔 這也不是一個勸退文 我只是跟各位理性分析一下 每個東西都有讓你想要的地方 但是你要想清楚你到底需不需要 那現在要來講一下 我個人覺得小小的缺點 就是ZV-E10這台相機的拍照 它沒有快門簾 我沒記錯的話 有錯的話可以指針 但是就我評測看到呢 它應該沒有實體的快門簾喔 所以它沒有快門簾的情況下 它就只剩電子快門 那電子快門呢 就會有所謂的果凍效應 但是其實它有S3的感光元件 所以果凍效應也不嚴重 那我們暫時可以把它忽略 但是沒有快門簾的話呢 你可能就閃燈同步會有點出問題 這是一個小問題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正常的拿去澎拍 所以這台相機能不能雙修 我個人覺得不太適合雙修 你可能偶爾拍拍照可以 但是拿來當專業的拍照機不行 那這邊就是我想強調的 它的價格跟Sony A7IV一模一樣 跟Sony A7IV價格一樣的情況下 我啦 我會推薦你買A7IV 因為A7IV三線三百萬畫素 然後錄影輝格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頂級 A7IV又有觀景樁 手感也比較好 所以我會覺得A7IV是一個 比較兩全其美的機種 尤其是拍照的整體畫質 而大過於ZV-E1太多了 這兩台的問題呢 就是它比A7IV還要輕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非常在意重量的話 你當然是可以選擇ZV-E1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在意重量的話呢 我覺得相對來說 A7IV還是一個CP值比較高的選項 因為你真的不會沒事去用它的雙元生 拍拍生活的話 你怎麼會整天在那邊看ISO值呢? 那如果你不是激發它的ISO的話 那其實A7IV已經相當相當的夠用了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攝影師在幫你拍的話 A7IV比較適合 因為整體操控感受我覺得也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單兵作業的話 那可能確實ZV-E1有它的優勢存在 那再來要講的就是所謂的對焦 它對焦這麼的強 像A7R5一樣看齊 但是拍Vlog需要這麼強的對焦嗎?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點 因為對我來說啦 就是我會覺得 其實 從A7IV、A7IV或什麼的機子 對我來說的對焦都相當的夠用 那我會換A7IV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要它的錄影人眼對焦 它現在有在抓人眼對焦 所以如果你只要錄影人眼對焦的話 我相信拍Vlog的人 這個就非常的夠用了 那如果你是一個拍美食或是拍美中的話 那確實ZV-E1可能滿適合你的 因為它有所謂的產品展示模式 但是ZV-E1也有啊 ZV-E10也有啊 那你一定要到全片幅嗎? 全片幅上去之後呢 你連鏡頭都要加很多的錢去買 跟APS-C的鏡頭的價差是非常的大的喔 你要想清楚喔 而且因為它是剛好1200萬畫素 你是不能接APS-C鏡頭的 如果你接APS-C鏡頭到ZV-E1上面的話呢 而不是不能用 但是要記得要做一個很複雜的操作 你要把APS-C模式關掉 然後開啟它的ClearZoom模式 清晰變焦模式 因為網路上目前的實測呢 清晰變焦的表現是相當的好的 你要去做這麼多的動作 你才可以確定它在APS-C的畫質可以拍出4K 而且清晰變焦說實話 就不是物理性質的真實4K了 所以你買ZV-E1 你要買很多鏡頭 甚至於說你要重買鏡頭 它KID主配的2860M我覺得也不夠廣 你自拍的話28哪夠對不對 我現在24 離這麼遠都才24了 所以你一定會需要一個超廣角鏡頭 那你又是一筆花費囉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部影片呢 就是來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一些現象 很多人會瘋狂的推ZV-E1 我知道它是一台好相機 它真的是一台最強的Vlog相機 但是你真的需要嗎 要想清楚 這台相機還下放了很多專業的功能 像是它可以機內套LUT 你可以即時預覽你調色之後的結果之類的 但是為什麼買這台相機的人會需要這個功能啊 這個功能可以放給A74啊 A73啊 為什麼會要放到ZV-E1裡面 有時候我就搞不懂 Sony這一點到底為了什麼去這麼做 沒有意義啊 我不相信有一個一般的創作者會需要這個功能 他們可能連LUT都不用 你怎麼會需要機內LUT的功能 Sony真的挺特別的一家廠商喔 那總括來說呢 我來講一下結論 就是說講到你今天有拍照需求跟錄影需求的話呢 那我個人會認為A74還是你的好選項 大過於ZV-E1還蠻多的 因為A74也有美肌 對焦性能也非常的優秀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喔 尤其是拍照有實體快門簾 前後簾都有 所以 你如果今天臨時需要一個比較專業的商社 你需要打閃燈的話 A74都可以勝任 那ZV-E1不行喔 同樣價格的話 A74的CP值我個人覺得是高於ZV-E1的 那ZV-E1的最大的重點呢 其實對於我們專業的人來說 比較在意 就是它用S3的感光元件 ISO表現非常的好 這些呢 但是一般人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會想這麼多 他們連LOG都不會用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要踏入一個新媒體產業的話 你所買的第一台相機 你正在猶豫的話 那ZV-E1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因為它的錄影畫質 什麼的都是頂尖的 錄影對焦也是頂尖的 售價呢 也不像S3一樣那麼的貴 FX3一樣那麼的貴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頂尖的畫質 頂尖的對焦 頂尖的ISO表現 ISO表現當然是值得 但是就是它在錄影方面強而已 拍照方面 你說可以嗎 是可以 但是真的有點太低了 這是我的感想啦 手機都比它高了 1200萬畫素 你回來放大的時候 就會呃 非常非常的低唷 好啦那今天的 快速講解就到這裡了 那這就是一部比較輕鬆的聊聊影片啦 那如果想要看更詳細的評測呢 我之後也會推出也會實際購買 然後評測你就會看說 這台相機到底值不值得你購買 那今天的聊聊呢就到這裡了 那我是興趣賞的攝影生總 謝謝各位 bye